加德利亞蘭 就是我們通稱的西洋蘭 也叫做卡托利亞 那這個加德利亞蘭 原產在蘭美洲 經過人工改良 它的花朵非常大 而且又豔利 那我們今天要畫的是 屬於小花型的加德利亞蘭 花雖然小 但是它開的很多 不像大型的花 它開的比較少 它一個花精上來 它可以開很多的花 所以它是以量取勝 那另外的加德利亞蘭 是開花比較少的 比如說開一個花精一朵或兩朵 它的花就比較大 那這個是完成的 在枸圖上呢 我們在這個畫面 雖然把加德利亞蘭 放在比較靠近中間的地方 但是我們左邊呢 的花也畫得比較高一點 右邊比較低一點 然後讓整個畫面有輕重的感覺 那接著呢 我們要準備這個毛筆啊 原料啊 墨等等 這些工具 然後我們要畫的是用 那種使用生鮮籽 就是會吸水的那種生鮮籽 首先呢 我們調黃色跟珠標 調成珠黃色 然後筆再沾珠標 筆尖再沾楊紅 我們先畫花 那花呢 先畫它的舌半的部分 就是舌頭的舌 舌半的部分 然後再畫它的內半兩半 然後再畫它的內半兩半 都是筆尖再沾楊紅 再畫它的外半有三半 就是完整的一朵花的構造 我們接著畫第二朵 那被遮住的部分 我們就不畫出來 花朵有重疊 它才有濃密的感覺 那兩朵花放在一起 就要注意它前後的關係 你唔愛它的 主要感覺是 骨頭拐某十三 誰佩無人的 这个是属于内瓣,有两个 然后接着画这个外瓣 那我们都是重户的这个画法 主要画出多花的加德利亚兰 那这一朵呢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塞在这个 刚刚画的那一朵的后面跟前面的那一朵的后面 前面的那一朵的后面 画写意画,印笔一定要很肯定,有力,最忌惠,土土改改 一次的笔法,它会干脆利落 而且能够表现出用笔的劲道出来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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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我们这边的花稍微画得比较靠近中间一点 最主要是让左右的花斗可以有关联性跟呼应性 才不会说左右各一团花 那这个画面就被分割成左右 不能够连成一体 在构图上很注重这个呼应的关系 或者是协调的关系 画意无法不只讲究整个画面的协调性 还包括印笔的协调性 那我们现在在补叶子 补叶的时候先调黄绿色 用藤黄跟花青 然后接着呢 我们笔尖再沾花青 假如更浓的话笔尖再沾末 那叶子的安排呢 在哪里我们都是要花一番思量 就是你一定要安排好叶子要如何穿插 才会好看 现在我们笔尖再去沾一点墨 现在画它缓叶底下的叶子 现在在补右边的叶子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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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来画这个 它这个 液子的液饼 液饼的部分 就是整个是 金干的部分 一解一解的 那有些被这个 颜色比较浅的 像膜一样的包住 一解一解的 一解一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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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些都是在胃肝的時候趕快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接著呢 我們在調比較深的羊紅 在蛇瓣上的斑點 我們現在把它加出來 把花心的地方強調出來 讓它更有立體感 然後順便稍微修飾一下花的形狀 在蛇瓣上的地方 讓它更有立體感 在蛇瓣上的地方 放在蛇瓣上 在蛇瓣上的地方 放在蛇瓣上 在蛇瓣上的地方 放在蛇瓣上 佇渡上的地方 让它更有立體感 在蛇瓣上的地方 存在一片 在蛇瓣上的地方 封面 在蛇瓣上的地方 看到蛇瓣上的地方 封面的地方 是蛇瓣上的地方 我們現在是補一些花 來看整個畫面的需要 來做一個最後的修飾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然後我們在調整時 再把那個花的精幹的部分 帶咖啡色的部分把它寫出來 現在就是完成了一幅 這個加德莉亞蘭 屬於小花、多花型的加德莉亞蘭 那落款的位置 因為左邊的空間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選擇在左邊 然後我們選擇 然後我們選擇 所以我們選擇 所以我們選擇 然後我們選擇 就算了 在這陣子裡 漏款的位置一定要选择画面比较贴切的 比较适合的位置 一般漏款的话 它选择的位置包括你的字的多跟少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漏款来 这个平衡画面 修饰画面 还有就是美化画面 中国画就是书画桶原 我们作品画好的时候一定要漏款写 把它写起来 才是完整的一幅作品 最后还需要盖章